來囉歡迎回到月影江湖 那今天我們來自立自強一下 我們今天要去發奮圖牆加強我們自己 啊在昨天直播的時候打的時候發現自己的裝備非常的鳥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的角色都還有一些綠裝啊 一些亂七八糟的一些那個野怪掉的一些裝備 所以今天我們決定要加強一下自己 要不然每次直播被人家欺負真的是不行 好那我一怒之下呢就把我的防具裝備大概把蓄列全部都刷過一次 那等一下會來看一下我這次的序列 老實說啊有點鳥其實也沒什麼加強的地方 然後等一下來看一下護手啦護腰啦護甲的部分 然後那個還有那個九十七紙裝這樣子 OK那看這些裝備序列完之後然後打造完 然後我們就去打個周長啊然後打個武道館看看我們自己有沒有變強這樣子 OK那看之前的話先來看一下我們的那個一些有趣的新消息 那第一個的話是在我們七月二十一號啦 我們那個路板官方有先進服的一些更新 然後有幾個重要的一些消息 那有些玩家已經先看到了 那我這邊應該是比較晚介紹啦 不過如果你是有在關注武道啊 或是喜歡打打架的一些玩家可能要小心一點 OK那先進服的話已經我們家園系統已經上線了 然後等一下看一下我們有一個大佬花了大概 唉唷好像幾千元的元寶吧 蓋了一個很帥的一個家園 然後他有一些那家園呢可以做那個宅名 就是你自己的名字就是可以幫你自己的家宅取名字啦 然後還有一些那個家宅的排行榜啊 家宅的基本商店啊這些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開府令這些額外這些東西 OK然後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下面這邊 這一次齁有一些重大的更新改版內容 第一個是我們的大光明拳 大光明拳嚴格說已經被削弱了啦 蠻多一些因為我們目前三大主流嘛 太乙劍大光明跟王劍 那大光明終於被砍了 那這次被砍的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所以打五道好像以路版來說吧 大佬們的那個大光明拳真的太強了 所以他這次被改弱了 應該說我們大光明齁一般我們的那個光明拳禁 光明拳禁在哪裡啊 光明拳禁喔這個 光明拳禁一般來說他的疊傷大概是 1%的那個攻擊 然後還有防禦跟命中 然後他這次光明拳禁的那個效果 就把那個攻擊拿掉了 他是增加防禦跟命中 所以那個後排大光明輸出的那個 攻擊力會虛弱的非常的多 因為一般來說我們的大光明關燈的時候 大概是7重光明拳禁 所以一般來說是加7%的一個攻擊 加7%的攻擊 打一串然後又可以暈眩 然後攻擊力傷害也很不錯 那但是這次的話攻擊力被7%被拿掉 其實差也差蠻多的 7%的攻擊力 在我們這個遊戲裡面來說 其實有差喔真的有差 然後拳禁的施放的話 但是他的回血的話 從15%變成18% 多了3% 其實這個3%沒差多少 但是那個7%的攻擊真的差蠻多的 因為那個拳禁的話一般 我們只要有放那個一金金 或者是打 就是有放招的話 都會有加那個拳禁 所以平常我們普通攻擊啦 或者是 即使沒有放大光明拳的那個 大絕的時候 其實還是有那個攻擊力的調整 但是這次的話就沒有了 然後再來呢就是造福大家 來來來看一下 這次最重要的 包含我們在內齁真的 暗器這次齁 你只要裝備飛黃石 我們自動戰鬥的時候 是可以增加我們的經驗值 我們終於不用 那個用肝的 每一場那個戰鬥 都是要用那個手動的方式 然後去打怪 然後去丟那個暗器 喔這個暗器真的是很痛苦 這個手動真的是 欸 真的有人把他肝完了 然後肝完之後 改完之後 就是一頓臭嘛 這樣子 那如果對像我們這種很懶的人 目前我們那個暗器啊 那基本上好像也沒練過幾次吧 暗器 因為那個真的太浪費 太浪費時間了 我的暗器現在是多少 我的暗器現在好像才四十幾的樣子 我記得 暗器我看一下喔 我的暗器在哪裡 喔這個四十三 嘿四十三 非常的鳥 但是這次的話你只要裝暗器 然後你有裝飛黃石 然後你刷怪的時候 他就可以自己增加經驗值 所以飛黃石盡量多準備一點 然後到時候 以後暗器就很好玩喔 以後暗器大家就可以開始 丟一些高等級的暗器 然後 會蠻影響PK的一些 戰鬥的一些那個 有趣性啦 因為很多暗器 比如說打落別人的武器啦 然後有一些特殊效果 Dbuff啦 你看像這種雪滴子 斬殺線 斬殺線 還有這些打落武器 這些 這些效果齁 在我們打武道的時候其實還蠻好用的 所以這是 之後的話 暗器大家的經驗值起來之後 喔真的有差 那個打架以後 大家的那個 趣味性就開始變很多了 OK 大概是這樣 這是我們路板機的更新 那國際服務器還沒更新啦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所以大光明選可能被削弱 然後 其他部分的話 龍槍 有人說好像被削弱 但是看起來還好 但是伏 伏襲刀 這個東西也還OK 然後武傷劍的話 用的人真的比較少一點 看個人 好 大概是這樣 然後 這一次都 我單純只想分享一下 這個有人P圖P的還不錯 就是 那個 那個 光明不在 十一那個 煙雨江湖又稱我們 女十一劍之霸江湖 然後我們一代蕭熊大光明倒了 下次 三大主流的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王劍 然後有人P圖呢 就寫個 那個XXX大砲 這個應該怕被消音 然後他 喔他這個 P的我覺得很不錯耶 他這個P的那個字體 我覺得是很OK的 然後 相傳是 那個墨加大師 嗯嗯嗯嗯 製造 然後那個 炮聲齊飛 聲如雷敏 然後傳說煙雨江湖 久不更新啊 啊我們的那個大俠 就直接把他砲 藍清工作室 吸氣四十九千 策劃屍無損 啊攻擊力加100% 啊穿起來加100% 這個P圖 我覺得很不錯 分享一下給大家 就是 練習大家P圖的一個 那個功力這樣子 OK啦 那這次的話 信心服的一個家人測試 那個 我們有個大老 花了三千的元寶 再加一千五的元寶 再加家人禮包 再加轉盤道具 然後加些 總結起來 大概應該要個五六千的元寶吧 然後弄完之後呢 來看一下他的這個 美麗的一個莊園 老實說 很漂亮 有那個遊廊有沒有 這個遊廊 然後有這個廣場 然後好像 欸有池塘有沒有池塘 有瀑布 然後 池塘啊 池塘在這邊 然後欸不是還有那個木馬嗎 木馬不知道在哪邊 他沒有見木馬 好像沒看到有木馬 OK啦 這是他第一張 然後第二張的也很漂亮 這個喔 山水化 我覺得那個 雖然說是個大坑啊 但是我覺得 造一個自己的家園 然後有一些 有趣的東西 讓大家一起玩 未來如果家園還能串在一起 串門子交流的話 我覺得是很不錯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覺得 做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園還不錯 然後到時候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OK啦 這是我們這次大佬 花了大概五千多的元寶 大概打造成這樣子 給大家做個參考 到時候 如果你是五顆玩家的話 可能 就是看那個地皮要賣多少錢 那如果你是 中科以上的玩家 小中科以上的玩家的話 真的可以去花一點元寶 然後來把自己的家園 建得蠻漂亮的這樣子 OK啦 大概是這樣子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裝備序列 這次呢 我把三個防具全部測完了 武器的話就不用存 因為武器的話 目前來說也沒什麼那個好的 一般我們的90級 我目前 這三個目前 上面都打 上面這些都 都打過了 我下面這三個還沒有打 還沒有打的情況之下 來看看我們的那個 輕侶護玩 真的是非常的鳥 撤到13 到現在還沒有有那個 不管是生法 或是免傷都打不到 那玄心甲的話 只有生法啦 我還是要等那個2%免傷 所以玄心甲應該還是不打 然後末程槍 只有一個加69攻擊 那 沒啥反正我們 目前拿槍也只有一個人 所以末程槍 我就先沒有打這樣子 OK所以90級的 局武來說的話 全部共沽 那護手的話 可以看到一開始的這個 欸 如果裝備序列 如果你是新手玩家 可能還不會打的話 之前有一些 大概有一兩集 有介紹過整個裝 裝備序列打法 然後測 要怎麼測序列 然後大概 紙裝的電裝 跟普通電裝的一些方法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前面 然後 目前的話 前面這兩個沒什麼用啦 那第三個的話 護手的話 這邊有個綠的一個免傷 2.2% 但是屬性 就只有那個免傷而已 那沒關係啊 就是堪用到時候打一下 那第四個的話 應該是會打這個吧 閃避加棍 或是攻擊加神法 這個也不錯 那最主要啦 我們應該是會打到第七個 到時候會先把這個打出來 這個有加刀法3.5 加刀法2.1 然後神法還加5 所以這東西打出來的話 直接給桃花刀使用 然後 第六序列的話 大概是打這個槍棍吧 槍棍 兩個加槍棍的攻擊 然後再加防禦 應該給那個 那個 傷棍還不錯用 那大概是這樣 所以護手來說 免傷也只有一個啦 而且還是有個綠裝 沒什麼屁用 其他的話大概就只剩這個刀法 可能有點用 這樣子 OK 這是護手的部分 沒什麼 沒什麼好的裝備 那護腰的話可以看到 啊一樣沒什麼好 啊這個啦 免傷加2% 但是這個是那個地區限制出來的 所以他還是綠的 他只有速度99 那這個的話 到時候看這裡 看要給誰 護腰 免傷2%也是OK 然後紫色裝的話很鳥 招架招架速度都沒什麼用 招架速度這種東西 還有加閃避啦 這三個這種 懸之屬性 真的 撐高 真的也是看點 所以一般也不如加攻擊 加防禦好一點 那比較好一點大概是這個啦 攻擊有加146 然後命中加144 閃避加多一點 其他 韌性這個應該也是OK 這個打到第7個應該差不多 反正護腰 護手其實都滿便宜的 最貴的是護甲 來看一下 護甲 護甲的話 這一次測出來 最好的應該是這個 免傷加3.5%加招架 那這個東西的話 再丟一個那個佛科給他 大概免傷 應該可以撐到大概 6%吧 5%到6% 大概也算是 小畢業裝了 因為免傷真的難打 然後護甲的話 第一個還OK啦 加大概300多的防禦嘛 那這個還OK 後面的話 很鳥很鳥 然後這個還不錯 加防禦 加氣血 加閃避 這個東西的話可以給坦用 然後這個是加攻擊 加命中 加氣血 這個東西也可以給坦用 這個也OK 然後這個加免傷 然後這個的話 這兩個比起來 喔這個好一點喔 攻擊價比較高 所以這個好一點 但是這邊有個2.7%的免傷 到時候再來研究一下 看打哪一個 OK 大概是這樣啦 這個其實我裝備這次打完 其實也沒有加強多少 不過應該會好一點這樣子 那武器的部分 直武都沒有了 那那個 這還沒打 OK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這次的話 等要把他打完之後呢 然後我們 加強一下自身 然後我們去打一場架 然後我們去打個週場這樣子 OK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們所有裝備全部打完了 來看一下我們的戰績 哇 真的是 算是 花了我一千兩的銀子 然後再加一堆材料 OK 那我們那個 90級的甲 這個的話 普通就是 氣血 攻擊油 然後免傷 然後這個的話好一點 這的話是兩個防禦 然後有免傷 但是命中的話 欸 看看要給誰帶啦 因為如果這個是也是氣血的話 應該就比較好了 好 然後這個的話是氣血防禦都不錯 這個384跟151都還OK 然後免傷了3B 這個的話給 給坦用還不錯 主坦用 然後這個的話 就隨意打了 這個的話 氣血有 攻擊有 命中有 防禦有 這個的話給負坦好了 然後我們的那個巫師玩甲 90級的玩甲 兩個氣血一個防禦 這個防禦的話加還不錯 264 所以這代表說 大概加了500多的氣血 然後再加防禦 這個的話等一下 到時候應該會給主坦用啦 這個給主坦用的話 氣血跟防禦加的還不錯 然後巫師的話 這是給我們三哥啦 剛剛講的嘛 我們兩個那個 槍棍的那個攻擊 然後兩個防禦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紫薇的話 這個我打巨器 這個的話是去那個 我們的那個 泉州去買他那個什麼 海什麼玩 然後打巨器 等於說 之後的話 刀法的話 給後排輸出到 桃花刀的話 兩個刀法加成 身法加一點 閃避 然後加巨器這樣子 因為之後的話 鬼脈不確定他會不會有啦 因為可能那個洗血袋也不夠了 所以先打巨器好了 然後 紫薇護甲的話 這個就很普通了 這個的話 沒什麼東西 各個加一個是隨意打的 然後再來是 這個也是隨意丟的一個東西 這個也是打好玩的這樣子 然後 這個的話 防禦攻擊 閃避招架 這裡打好玩的 然後 這個的話 這個好一點 這個的話 攻擊加蠻多的 146 然後閃避命中 命中的話 攻擊手還用得到啦 然後防禦的話 這個 一般加200多 大概是丟那個 龍靈 然後加那個100多的 大概就是丟那個 就是比較低階的材料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這次的重點啦 這次的話 算是 5.4%的一個免傷 還行還行 然後再加一個招架 這個的話到時候看是給 離城哥用 然後再來是 指揮護甲 這個 指揮護手 護手的話 有加身法 加防禦 加槍棍 這個的話到時候看 給誰用 這個的話應該 這也是隨便打的 因為這是藍裝嘛 這個到時候看是給那個 陶哥用吧 然後這個也是隨意打的 免傷2.2%的一個濾裝 然後再來 這個是一樣 免傷2.2%的一個 護妖 然後加防禦這樣子 這個是 堪用啦 這個 算說有免傷 但是其實屬性加的有點少 這樣那個 看看到時候給誰用 OK啦 全部打完啦 那到時候把我整個裝備換一換 然後再把碎片拔一拔 然後鬥一鬥 然後我們再去打一下那個 周長王 然後看看那個效果怎麼樣 OK 大概是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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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把東西 那是 對 這是 對 那是 對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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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